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來分享一下哈利波特里面啊 有一個很有趣的設定就是 裡面的咒語呢他是有發音的 而且特殊的地方是你可以自己配音哦 像是這個 哈哈 有沒有很中二呢 他除了一開始的英文之外呢 還可以再偷加一點中文進去 或是各種語言都可以哦 像是這個 啊這也有錄了幾張 還有這個 哈哈會變得很好笑 然後這個 英雞啊他有一些條件啊 但是他原本咒語的念法還是要念哦 像這個 前面還是要念一下英文 他原本咒語的這個發音 那這個 回復數有些中文是可以念的很清楚 但有些他沒辦法支援 他有時候辨識不到 然後還有這個 沖沖沖沖 然後還有什麼沒用到 這一張我覺得是錄的最好的 這個紅紅破 然後這個也很好笑哦 其內啦 日文也是可以的 反正他 呃 各種聲音都可以啦 想得到的念法都可以 噔噔噔 那這個到底要該怎麼錄呢 然後要怎麼 加進中文呢 他是有點訣竅跟技巧的 那首先呢 先選一種咒語 然後看一下他的熟練度 你必須超過3000的熟練度 才可以自定的念咒 那每張卡牌熟練度 而他提升的那個都不太一樣 哦有些像這個全部命中就加很多 都用就會多加了 那這邊念咒點進去 那左邊呢 他有一開始的發音 augmenting 哦大家要學一下 那我自己念的 augmenting 他後面有做一些變音 這邊要錄自己特殊的咒語 至少要把他原本的聲音先記起來 augmenting 他有時候音調語調會不太一樣 那這邊呢就可以按這個錄音 啊然後這邊要長按錄音 這邊可以再聽一下 augmenting 啊可以先試著正常念一次 augmenting 看一下有沒有對 他會辨識你的聲音 然後看有沒有念的標準 他能辨識到嗎 呃呃辨識不到哎 不不不不標準嗎 不標準嗎 他有時候判定有點迷漾啊 多是幾次 augmenting 他這個按太長或太短 不太行 我覺得他時間要跟原本的 咒語的預設的時間要有點相近 那有時候他真的很敏感 就是很差一點點就不行 augmenting 感覺差不多 哎呀要按著 augmenting 這樣呢 水水噴 有些卡片特別難念 因為他咒語原本就非常難念 索命咒這個就超難念 你看一下原本怎麼念的 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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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我念的很奇怪 但是過了 看一下哦 我唸的超級破 我是把所有的音階整個分開 阿雷達卡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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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練的很 混亂 唸得很糊 然後就過了 你看這樣都可以過 然後剛辣水噴 зна有沒有念很準都不過 所以這有時候呢就是 呃無心的隨便的亂念 啊也許就過了 但是發音的 音階大概要類似哦 最近努力我再錄一個新的 這邊很清楚哦 叫吧叫吧哈哈哈 他連前面那個英文呢 剛好被他吃掉了 因為他錄音的前半秒或一秒呢 那個聲音會被卡掉 然後只剩下後面的中文了 所以你要加的文字 最好放在後面會比較清楚 那這邊會有一些變音叫吧 默認的聲線就這樣然後精靈叫吧 怪獸然後機械叫吧叫吧 幽靈怎麼沒聲音 叫吧叫叫吧 會有點回音的感覺 我這邊大概都用精靈變音 用原本聲有點太害羞了 叫吧我們這邊這個鳥 叫吧彩明鳥就變成叫吧 有點像台語的鳥的感覺 然後剛好又是彩明鳥會會叫 哈哈就這樣完成 好然後他就可以記錄下來的 然後這邊看一下 這邊記得要選一下點右邊 然後選擇之後你召喚這彩明鳥呢 他就會叫吧叫吧的一直叫了 沒有錯很有趣就是 你想到的就是可以錄進去哦 看一下你熟練度夠不夠 這就是一個讓人家 想要練熟練度的一個有趣的地方 然後這個玻璃獸我也一直錄不過去 他念法蠻簡單的但是他 很難判定他這個都判定不過 那我這邊想到有方法呢 就是把他默認聲線先錄下來錄音 然後呢我們要錄的時候 先播放他的英文 然後後面再加自己想要念的字 我們試試看 老鼠 這樣子可以過嗎 不曉得他能不能 聽得到也許太小聲 好像不行不行 我播他原本的音檔 但是還是辨識不到 不曉得是不是聲音太小 總之這個老鼠這個玻璃獸 為止錄不成功 連原本正常念都失敗 大家不知道怎麼不知道該怎麼錄 大家有錄成功過嗎 這邊我們要錄成功一個是雪球咒 玩雪嘍 玩雪嘍 這個我中間會空一點點時間 感覺空一點時間 他好像更好辨識 玩雪嘍 玩雪嘍後面就會很清楚 玩雪嘍玩雪嘍哈哈可以 玩雪嘍 玩雪嘍 這個變異還是蠻好笑的 玩雪嘍幽靈會變慢 但是就是有些很好錄 他的這個錄的這個節奏 呃語調前面 語速跟咬字大概要蠻相近的 啊但有些就是很近也是錄不出來他 辨識的程度沒這麼好 他每張卡片都不太一樣 有些很亂念都可以過啊 有些念很準也不過 所以要多試幾次 然後語調稍微變換一下 看著不能成功 那我又錄了一個吼吼燒 丟燃燒吧 後面也是很清楚燃燒吧 可是有時候 呃他的速度真的要一樣 覺得最重要是念的準 然後跟原本念的這個語速要差不多 然後音調 有時候是可以亂改 沒關係 奇聲怪掉有時候也可以過 燃燒吧 大概就這樣了 這個也過了 那總是就是把你的魔咒通通變成 自己的語音 還算蠻有趣的 那最後總結一下這個錄音系統呢 現在來說很不準啊 有些可以過有些不能過 那每個念法 可能稍微有點差距 小小的差異他就不給過 那有些卡就很好過 我目前是看卡 有些特別難念之外呢 他的判定也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試試看改變的語調 那盡量那個語速要一樣 然後盡量跟著他念念的相近 那再不行的話就是 後面呢念的時候要加著裝 我們要空一格 然後盡量讓他時間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咒語可能3秒 那你要3秒內完成你的念咒 那但是有的又又可以拉長 好像是我們這一張就拉的很長哦 這一張其實很短 他原本的念法 is boso 四個音節 我將變成7個音節 而且時間也變長了 炸裂吧 is boso 就變得很長 啊有些就是過得了 有些不行 所以很迷漾 至少多是幾次 那就是有些卡特別好過 那有些中文真的加不進去呢 可能要換個中文 可能呃 換個字 或是換個字數這樣子去嘗試 然後也許就可以過了 那就是看他判定可不可以再 放寬一點或是更好過 他這邊還是會有一些 語音辨識跟審查吧 就是沒辦法加一些你想加 完全你想加的啦 大概還是會審核一下 所以沒辦法亂錄 那那個中英文魔咒一定要念 你直接念中文或其他語言是不行的 有點可惜 可以的話 我要全部把它變成日文的 應該就很帥 有沒有很中二的感覺 那如果你的卡組整套的錄好的話 你現在對戰會變得非常的有樂趣 會變成非常歡樂 啊我的小黑呢不見了 小黑呢 太多生物了嗎 小黑呢 叫吧 就就就變成中文的叫吧 還有這個 哎 玩血嘍 衝衝衝衝衝衝 我目前錄到最好的還是那個炸裂吧 實在太清楚 然後又想錄的全部都錄進去了 實在太棒了 索命周圍是錄了好久才成功 就是要嘗試很久 那以上呢 大概是我大概四錄音 大概累積了三四個小時的 非常閒有沒有 錄了三四個小時的一些經驗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錄看 會變得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中二 那這魚呢 哎只有自己聽得到 隊友或是對手是聽不到的 除非你開語音 然後你的麥克風 又連接了 你的喇叭這樣子 他才會聽到 不然這個只有自己聽得到 不然就是自己錄影 然後才可以讓大家聽到這樣子 所以不用擔心太害羞太羞恥 然後反正 一個人玩的話 大概大概就是只有一個人才會聽到啦 好 以上呢就這一次錄音系統的分享啦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這裡來 這裡來 吼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